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日專題 今天跟大家來看一位 Queen of Rock and Roll 最近美國的一位很傳奇的女天后 Tina Turner 因病離世 中年83歲 她一直被譽為 Rock and Roll 的界別是一位相當標竿的人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我在中學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名字 那時候有聽一點點 但我在中學的時候她已經接近半退休 所以之後就沒有特別去聽她的歌 那時候比較有聽她的歌 而這位 Queen of Rock and Roll 其實她是一位美國籍的瑞士歌手 因為她嫁給了一個瑞士籍的人 是第幾嫁 第2個婚姻 第2段婚姻 沒錯 所以在今次大師給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看回Tina Turner 她整個出生的背景 原來都相當傳奇 話說她在1939年30年代出生 她原名是Anna May Bullog 然後她出生在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家庭 所以她是有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統 有印第安人血統 沒錯 黑人血統就是我有眼都看得出來 沒錯 但當然她在童年的時候過得不開心 也因為她生了一個很多兄弟姊妹的家庭 這個當時很正常 然後她一直覺得她是一個不受愛的孩子 很多人都這樣想 但這件事後來影響到她的婚姻 影響到她認識交往等等 當然她也是以唱歌為一種最便宜的娛樂 很多人都以唱歌為最便宜的娛樂 沒錯 而是在1939年出生 在1957年的時候 她有機會去加入 去認識到當時影響她一生的其中一位人物 Ike Ike Turner 其實當時在1950年代的時候 已經是有自己的樂隊 當時她的樂隊也是一個 是一個樂隊 King of Rhymes 你看看她的樣子很厲害 即是是粉絲對於偶像的崇拜 沒錯 當時Tinder Turner 其實是非常崇拜Ike Turner這個偶像 當時她不是叫Tinder Turner 當時是叫她原名 Tinder Turner Bulog 對 Anime Bulog Anime 我也是叫她Tinder Turner 不要搞亂大家 她當時在Ike Turner的樂隊裏 去做伴唱的角色 而伴唱之餘 很快就被Ike Turner發現 其實你也挺唱得兩嘴 不如當女主音不閒的時候 不如你頂上吧 順便上去 這個是後話 很多粉絲 大師你也有很多粉絲 是 但是我沒有上過粉絲 OK 這個要你親自說 我不可以代你講 至少你和Ike Turner就不同了 Ike Turner發現到她的音樂天賦之後 覺得可以做之才 然後就等她去做女主音 做女主音之後 就大紅大子 開始她第一段 大紅大子的腦 她真的是天才 是的 因為當時在五十年代尾 去認識Ike Turner 當時的Tina Turner 認識Ike Turner的時候 是十六歲 十六歲認識自己的偶像 Ike Turner 是的 在大約五年後 就結婚 當時結婚的時候 都是22歲 Tina Turner 非常之年輕 而當時當然也是一炮二熊 也有很多 整個樂隊有很多經典名作 周圍的巡迴演唱等等 這些都是當時六十年代 他們的演唱 指定演唱 指定動作 如果這樣紅的話 也是 沒錯 但是隨著紅而來 Ike Turner 就有一個 美國腦大難問題 就是酒精和毒品 的一件影響 Sat Structs和 Walk and Roll 是分不開的 沒錯 所以 Ike Turner 其實在紅了 賺很多錢之後 就是染上酒癮和毒癮 是 而也都試圖 對Tina 當時已經是變成他太太 的一個生活上的控制 而後來就發現 原來是有一個長期的家暴問題 對Tina Turner 酒、毒品和這些 和家暴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很適時相關的 對 很容易就變成一套 對 而當時的Tina Turner 其實一直都沒有出聲 因為他們的樂隊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這對夫妻 沒錯 一來就是年輕 不懂世事 二來就是為了保存著形象 看他們的東西 已經知道他們的Rhythm 那個動作 跳舞是多麼好的 沒錯 再加上 其實看當時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 其實港家暴 即使是美國 都不是特別講的 是一個比較禁忌的話題 即使是港家暴 所以當時的Tina Turner 亦都沒有特別講到 但是去到後來 60年代尾的時候 真的忍不住了 已經開始越來越猖狂了 所以Tina Turner 甚至乎曾經試過自尋短見 用安眠藥 但是當然最後都夠了 多數女人自尋短見 10次有9次都不是真的自尋短見 如果是自尋短見 其實真正有決心自尋短見 可能夠了 但是我發現很多女人 自殺完之後 就立即打電話去報警 叫人家救出去 這是很想發生的 即是一吼二吼三吼 三吼三吼就是這樣 沒錯 OK 所以她後來真的受不了 由68年 開始自尋短見的時候 是68年 到她真正離婚是76年 當中相差8年的時間 在這8年時間裏 其中一件事就是打官司 而打官司 Tina Turner 為了要加快整個進程 她沒有要到一分一毫 沒有要I Turner一分一毫 所以在60年代沒有分錢協議 那類不流行的 都沒有用多錢給她 分錢協議一份賺錢 兩個都賺到錢 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 為什麼那個人已經給了她 所以為了加快離婚 Tina Turner說 我現在一元都不要你 所以沒有增產那件問題 她唯一的要求就是 要Tina Turner這個名字 因為Tina Turner這個名字 當時已經被紅了 Tina Turner這個名字 我還給她 Tina Turner 雖然離婚 我都要你的姓 和名字 至少名字沒有關係 因為你叫Tina 我想沒有人阻止到你叫Tina 但是他阻止到你叫Tina 而法院判決了她 可以繼續用Tina Turner這個名字 拿著一個名字 從此又開了第二段路 而在第二段路的時候 當然一開始因為 初騎了 因為我聽到Tina Turner這個名字 他已經沒有前面的婚姻了 OK 已經是單飛了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前面的婚姻 當時因為真正正身出戶 還要帶著幾個兒子 他不理他嗎 有他嗎 至少帶著 他有幾個兒子 好像要了其中兩個 有時候有點混亂 因為兒子不是每個都是Tina Turner親生 有些是Ik Turner 再上一首 所以我羨慕音樂人 音樂人真的很棒 昨天我吃宵夜的時候 也遇到一個音樂人 是指揮家 還有一個很性感的女士 是香港少數的音樂指揮家 總而言之就是 音樂和女士分不開 但沒有女性覺得大師 才華橫逸 才高八斗 然後會欣賞和羨慕你 這些才華真的沒有什麼用在香港 音樂才可以 寫字不可以 折學可以嗎 他可以我不行 明白 我叫做什麼sir版 厭射 沒錯 那就繼續了 說Tina Turner當時當然非常窮 什麼工作都接 那些歌舞廳 去賣唱 那些全部工作都接 而也因為家暴這件事件 令到Tina Turner 雖然出身於一個基督教家庭 但是她是信了佛教 一直到她後來的一生 她都是以一個佛教徒自居 佛教在平復你不如意的時候 心情會比較有用 基督教對於你如意的時候 你的奮鬥比較有用 信景和逆境是有點不同的 Tina Turner後來 幸好被她發掘到 她家暴的事件 她一開始都沒有特別去 賭蠻他的前夫 在80年代初的時候 但是因為記者不斷追問 所以她決定公開這件事 而在80年代 大家想想想當時是1981年的時候 80年代初的美國 講家暴是一個很新的話題 之前是沒有特別的人去講的 老公打老婆是這樣的 是嗎 家暴每個人都打的 女人不大不大 當時一些記者去訪問Ai Turner 說你家暴 Ai Turner就說 我沒有家暴 我蓋他幾巴 但是不是家暴 當時是Ai Turner的說法 但亦都側面地 大家可以想像到當時的人是怎樣想的 而由他單飛開始 1983年已經開始有這個爆炸頭造型 是一個很經典的造型 是 我這樣說 是 黑人頭髮很多 你說很多 很多 他一做了你的頭髮 我們是做不到的 沒有很多頭髮 我們做不到這種髮型 我們沒有很多頭髮 是 他多得來還要厚 沒錯 幸好是他在80年代的時候 也靠出唱片 就變得很紅 他一向都很紅 只不過他剛剛過一刻沒有錢 他馬上就找回 當年有名色的副色 你知道嗎 是沒有打的 他從欣利結婚 他沒有錢給他老婆 他跟老婆分開 馬上拍一部電影 拿了70萬 馬上買了波子 什麼年代的70萬 60年代的70萬 1970年代 1970年代 那時候波子也十多萬一架 他就馬上買了波子 然後賺了波子 不可以敢依野行 我覺得他不能跟老婆分開 符聲是不是也是帥哥 好紅 好紅 好笑 我記得他是一個 很好笑的 還可以開玩笑 幽默的 很好笑 OK 黃禎第一套溝女戲 就是他最任主角 那裡叫花心大笑 好 Tinder Turner 其後就是一路去 有很多的成靈作 或者是經典的作品 令到他一路在這個 Rock and Roll的地位 是越來越高的 亦都開過一些 蘇以十萬計的人 即是入到 建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的演唱會 當然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說幾萬人都好像很多 這樣說吧 外國不會 不知道為什麼黑人 或者像張惠妹 小數人族 他們唱的體力爆炸力 是我們中國的魔備 即是黑人贏白人 小數民族贏什麼 即是不單是唱口 還要是說體力 跳舞 你唱得出體力 你就比不上 是 那份活力和熱情 都是另一級數 沒錯 沒錯 然後 後來從80年代開始 到90年代 00年代 都是明成利就 後來當然有很多的樹榮 包括當時 也見到很多的 大觀貴人 包括 即使當時 說的是 英女王 或者是 那時候的George Bruce 都有特意去見他 這些全部歌星 最紅的歌星 沒錯 都是英女王去見他們 所以 他去到00幾年的時候 已經是 得到 得到很多的樹榮 包括George Bruce 給他一個藝術上最高的榮譽 他是最高榮譽 是的 包括 都是Beyonce 已經是天后 但是也要 幫他 去介紹他 就是一個小妹妹 去見到一個 大偶像 而在明成利就之餘 也都在90年代 說的是 應該是86年的時候 他遇到他人生的第二段 後來成為他第二段婚姻 一個字外 當時是說 在86年 他就 海後 到一個 英國唱片公司 EMI 當時安排了一個 30歲的音樂製作人 Erin Bach 去接機 當時說的是德國 是 後來Tina Turner 一路去形容 他看到這個30歲的 年輕小伙子的時候 一見鍾情 心如六壯 心願意馬 等等 絕對是一種 Love in first sight 一見鍾情 然後 雖然他們年紀 相差16歲 但是 正如大師所說 戀愛是 連物種都可以跨越 可況16年的年齡 沒錯 令到他們最後 在拍拖 27年之後 在2013年正式結婚 第二段婚姻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 很多 Tina Turner 跟她現在的 丈夫的樣子 相差16年 但是很明顯現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 Erin Bach 特意打扮得 成熟一點 去拉近的感覺 所以我看到很多照片 都是 不覺得是相差16年的樣子 男人老了 沒錯 男人以前也很型 也很心如六壯 他30歲時候的樣子 沒錯 就是女兒主動跟她表白 沒錯 然後當然 南方不斷飛去美國 不斷去見她 至少是 拍拖27年再結婚 13年的時候 Tina Turner 雖然名成利就 但是也有不少健康問題 在她最 人生低谷的時候 已經是30幾歲 已經是高權壓 再加上 後來 兩次中風 神衰竭 長度癌 等等 但是今天也算很漂亮 有錢很重要 沒錯 當然是 抄票能力的力量 所以她也兩次入選了 Rock and Roll的名人堂 第一次是跟Ak Turner在一起 組合認識入 是 但是她第一次入選的時候 Ak Turner已經坐牢 因為吸毒問題 Ak Turner寫了什麼 好像還沒有 好像還在 吸毒都那麼長 是 當然也沒有吸毒 但那時候 Ak Turner就坐牢 而Tina Ternan 因為跟她已經離婚 所以也沒有出席 但是在2021年的時候 她就再一次成為 要滾的名人堂 話說 有一件 在我找她的生平的時候 就是有一件 隨時的 就是說的是 她在80年代其中一次演唱會的時候 就跟滾石樂隊的主音 Mick Jagger 她在同台演出的時候 是被Mick Jagger在台上撕開她的裙子 這一幕當然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幕 但是她依然是 保持著牆 她一關掉之後 那些人就會問Mick Jagger 有什麼感想 Mick Jagger 包括Tina Turner 曾幾何時都有說過 這個橋段其實是計劃過的 預先賽牌過的 所以至少是成為一個 很瘋狂得來很經典的一幕 所以現在Tina Turner就離世了 她也在離世之前 也一直去說 希望大家去記得她 就是成為一位 Queen of Rock and Roll 我覺得 我去看這個的時候 不其然令我想起 這位真的是盛風破浪的姐姐 就是不過於此 是 大師你是之前有聽她的歌嗎 我沒有聽她的歌 但問題之後我當然知道了 沒有可能不知道 因為她的確是一個很出名的人物 是 好 大師有什麼補充嗎 沒有 好 今天的專題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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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